Hello 今天就有Iris在 我們又跟她一起來韓國 我們打算在韓國的時候 拍一個GET READY WITH ME 再回答這個Q&A的問題 我們昨天晚上 就在IG上發了一張照片 叫人問了一些問題 收集了一點就可以拍整個影片 首先第一條 就是有沒有覺得什麼時候 要結婚和怎樣才遇到對的人 我覺得我跟她的想法 都蠻相似的 最好就是 30歲前要結婚 30歲左右 就生小朋友 但我好像沒什麼時間 不是的 也有5-6年的 我覺得拍拖 至少要拍夠兩年才結婚生小孩 如果我要 拍拖拍兩年 我現在24年 我真的25 當我25找到 然後還要有二人輪 世界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自己沒什麼時間 所以其實這個 理想與現實是永遠都不 成對比的 不成正比 我們兩個都是佛系的女生 超佛系 我們是 不會主動 不會主動去認識 來就來 不來就算了 有去吧 但這件事就很難答應 30歲前結婚 這件事是有速度的 第二條就是 跟朋友的關係是怎樣維繫 其實我是一個相遇了的人 所以 我是一個超級重朋友 以及重情重義的人 即是我不論是職場上 還是對朋友都是這樣 你很願意把自己交給對方 坦誠 如果你真的想要具體一點 怎樣維繫 可能生日你 跟他慶祝生日 買份生日禮物給他 就算你不想買生日禮物 你可以寫一張卡給他 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 即是很簡單的小動作 我覺得是 一些戀心的行為 會令到對方感受到 可能你初期是這樣的 但是慢慢之後 當你越來越清楚對方 物質就未必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坦誠 我們兩個可能簡單單 吃個慘仔 可能吹下水 我們已經覺得很開心 怎樣提高自己的自律性告別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跟大家說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計劃 或者一些想法 我會知道我要怎樣去達成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有那個迫切性 你是真的要推動自己 如何提升女生的自信和安全感 這個其實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自信這件事是沒有別人給你的 是一個自我感覺 自我感覺良好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跟自己洗腦 如果你覺得 我總是不夠別人好 身形沒有別人那麼漂亮 又不夠聰明 可能在上班又 薪金不是高過身邊的朋友 這些負面的想法 會令你越來越沒有自信 你每天早上對著髮鏡 你不斷跟自己洗腦 或者說我今天一定會好過昨天的自己 還有我有時候覺得 自信心可以是朋友給的 其實我覺得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由你自己開始 你都要學會去欣賞別人 和讚賞 多些去讚賞 其實我想說 你可能讚賞朋友 你今天襯衫很好看 或者你今天妝髮都很漂亮 其實這些小小的讚賞 是會令對方很開心 可能是很少很少的事情 但其實已經是對別人來說 原來我今天也做得不錯 所以不論是任何時候 你不要吝惜自己對別人的稱讚 是啊 其實我自己本身 也不是一個十分有自信的人 可能是我幸運 跟我最好朋友的人 都很疼我 如果有什麼都會說出口 就是你好和不好 都會說出口 告訴你 不是只是說你不好 越來越跟你朋友說他不好 他只會自信心越來越低 但是我覺得是要平衡 你覺得他不好 但你也要告訴他 其實你有什麼做得好 這樣你自己 好像教兒子 這樣你自信心就會提升 所以其實身邊的朋友很重要 家人也很重要 對 家人其實我都很幸運 因為我媽媽經常都稱讚我 我媽媽不會主動稱讚我 但可能當我很不開心的時候 她會告訴我 其實你已經做得很好 這句其實是對於任何階段的人 都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如何面對剛剛入職場的迷惘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算挺幸運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做partime 所以我對於真的 畢業出來工作 那個我沒有說真的很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去到之後 可能轉了幾次工作的時候 才會覺得 你可能會覺得 其實我這樣的路 對不對 其實是沒有對錯的 還有沒有合不合適 我覺得是中間給自己一個磨合 還有你不是當給自己一個挑戰 跟身邊的朋友聊天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 跟同學一起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會說 然後說一下 就覺得其實你也不是自己一個 在面對這些問題 所以大家不用這麼擔心 還有我覺得是時間的問題 我覺得我自己算幸運 找到一份 不是說很差 又OK適合我的工作 同事也是對我好 對 我也覺得 我上司也是很疼愛我的 然後同事也是很疼愛我 同事也是很疼愛我 同事是會互相幫忙 如果問我職場上有沒有迷惘 我覺得唯一的迷惘是 不知道自己是否合作 對 因為始終是我第一份長工 那迷惘的點就是 究竟我應該繼續下去 還是找另一份工作 如果說迷惘 我覺得我這個年紀 好像更小 對 我覺得要經歷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 跟身邊的朋友聊 那些 OK 如果你男朋友跟你去旅行 但是之後你男朋友 因為出水而去不到 你會不會自己繼續去 我不會啊 我不會丟下她的 OK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男朋友 的話我想 你會寧願留在這裡 譬如 我們兩個現在去旅行 然後我發高燒去不到 我問她 你還會不會去旅行 我說不會 因為失去了旅行的意義 就是這樣 所以問題是 解答案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是在Youtube裡面 最好的朋友 是不是Iris 我都會說是 因為 大家都知道 阿Wing 威士忌 我跟她 Daphne 和Pansy 都會 會見面 但是為什麼會讓我和Iris的關係 這麼近 是因為 可以叫做鄰居關係 因為我們都住得非常近 所以有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以找到對方 或者真的外出吃飯 因為我前陣子可能 快來 有些PMS 所以情緒有些問題 然後我不開心 我就會問她 現在在哪裡 可不可以 陪我吃飯 然後我就會整頓飯 在這裡吐苦水 我想我也算是一個挺好的 聆聽者 應該 Iris 是不是不拍Youtube 我沒有可能答實到這個問題 其實 但是我會嘗試 邀請多些 她出現在我的影片當中 嗯 對 有沒有想過買房子和投資儲蓄的東西 沒有想過買房子 沒有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買房子 但是 投資儲蓄的東西 是應該要有的 投資儲蓄的 對 我覺得作為一個女生 你也是一份給自己的保障 對 還有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可能身邊的朋友 可能大家都是25、6歲 但是 我不是開玩笑 只是25、6歲之後 可能你會發現 可能之前在上班 特別是我以前上班 就發現身體真的搶得太盡 就會開始 其實原來真的有點小病 那時候如果你有小病的話 你就真的要付錢去支付醫藥費 女生的投資和儲蓄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兩個不可以說很有心得 就是我們還沒去到說 我都是會買股票 都是純粹保險公司買儲蓄計劃 每個月逼自己存一筆錢 最近工作狀況如何?心態如何? 其實都是佛系的 很穩定 然後有想過會不會太穩定 太穩定了 我覺得是我們 查了你做事 幾年之後就會開始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們都不是什麼求安穩的人 這麼年輕 學什麼人求安穩 對啊 因為你求安穩 人家56歲就求安穩 你20、30歲都求安穩的話 我覺得你未來真的沒有太有衝擊的東西 可以給你自己 心態就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河水不犯頸水 對,做好自己的工作 必要時 我自己的想法是 不要閒事莫理 不要管太多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如果你學會適當地置身事外 你會舒服一點 而且不用太八卦 知道這麼多 對,真的不要太八卦 我覺得 沒有任何行業 有人問 有什麼事可以令我們這麼朋友 其實 一開始那裡好像都已經說了 就是將心比己 物以類罪 你有沒有發現 你跟朋友之間有種特質 你們才會吸引 對,這樣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真的挺物以類罪 然後有人問我們有沒有機會一起拍用光光產品 我們可以儲一下 然後拍一條用光光片的 如果你們有什麼片 我們兩個一起拍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嗯嗯 然後 有好幾條 都是想知道我們今次韓國 買了什麼衣服 還有其他 零食物的 首先第一個地方 就是高速夏運巴士站 的地下街 它是一條地下街 分了兩行 對 有點像台北車站地下街 因為它什麼都有 因為它什麼都有 年輕人 Auntie的服飾 後面又有枕頭套 家品 裝飾 花 那些 有點像台北車站地下街 嗯 對,那裡也是很多衣服 還有就算是 你在明洞弘大 看到同樣的衣服 那裡買的價錢 都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說 要一些特別款式 那裡就不一定有 那裡全部都是 general 對 超級普通 簡單款 簡單款 這樣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還有 Lucky Factory 明洞 還有Style 101 我這條裙 在高速客運賣2萬9千元 但是去到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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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豬腳 最主要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吃Pancake 第二天在黃大里也有吃Pancake 這些精華我會修錄在Vlog 可能我也不知道哪一條 總之大家就密切留意就對了 今天這個簡單的Q&A就在這邊結束 其實不是很多問題 但是我想這算是一個可以令大家更深入了解我們兩個之間的想法 我們現在就準備出去吃東西了 所以就回香港再見啦 再見